好,我们来跟大家跟进一下今天晚上世界杯淘汰赛的赛事 那待会儿的10点钟,率先上演的重头戏呢 我们有法国迎战阿根廷 那今晚在排面上,法国看起来呢,似乎是比较有优势的 但如果只是看历史战绩的话 阿根廷这一次可以说是前景光明 因为在世界杯赛场上啊,他们是逢法必胜的 而且每一次只要战胜了法国 阿根廷最终都会渐入决赛 那其中一次还拿下了大力神碑 心态上是占尽了优势 而外号高如雄击的法国 这回能不能够打破宿命呢 另外在凌晨2点钟就有乌拉圭跟葡萄牙的对决 那两队虽然没有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过 但两队的主力球员主要都是来自西甲两支豪门球队 巴塞罗那跟皇家马德里的 那当中葡萄牙的西罗还有乌拉圭的这个苏亚蕾斯 谁能够带领球队出现 将会是这一场争霸战的堪点之一 马克和王德里的坚持 说明不信 在下来 马克和王德里的赛事 李贱 马克和王德里的负费